固定资产的形态或者是它的一个 资产持有的一个状态来做一个分类 好 现在看一下如果这个公司 它在比如说公司基本上 尤其是有工厂的公司 它可能会在它的工厂外面会有一个围墙 然后当然这是避免这个闲杂人等误闯 好 那这围墙它算是什么成本 算是什么资产 然后除此之外呢 比如说这个工厂呢 因为一般来讲如果设工厂的话 它会比较偏僻 所以它通常就预期它的员工会骑车 或开车来上班 所以它一定会建了所谓的停车场 那停车场算是什么 好 工厂外面会有个围墙 工厂里面除了厂房之外 它应该会设有车道停车场 那通常呢 这个车道或停车场你都会设路灯 那这些到底算什么样的资产 第一个 它是土地吗 围墙是架设在土地上面 好 那这个围墙它不能算土地 因为围墙会坏啊 你要维修啊 但是你没有听过土地要维修吧 所以它就不是土地 那围墙是建筑物吗 它又不能当作 它没有一个屋顶 我们通常认定 所谓的建筑物是要有一个屋顶 它又没有屋顶 虽然它基本上它不是个建筑物 好 后面的同学躲得很底下 好 看是我也注意到你了 好 也就是说 这个围墙 它也不像是建筑物的形态 好 所以 你想想看围墙 它也是一个资产啊 因为它也不是用一天两天 一年就会坏掉啊 可是它也不能算是建筑物 因为它没有一个屋顶 不能挡风遮雨用的啊 再来它也不是土地啊 因为土地不用维修 围墙一段时间它要维修啊 所以那围墙到底算什么 它不是土地 也不是建筑物 我们叫做 Land Improvement 叫做土地改良物 好 在我们的429页 有一个Land Improvement 中文就直接叫做 土地改良物 那什么叫做土地改良物 就我刚刚讲的 公司外面的围墙 停车场 车道 那还有车道上面会有的路灯 当然那个灯泡本来就是消耗品 可是路灯里的架设什么 拉电线啊这个可能都还是一些成本 所以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什么 好 工厂呢 通常呢它的土地如果比较大 那员工呢这个工作的闲暇之余 做的头很痛的时候呢 是不是要让它能够有散心的地方 好 所以空厂通常都会比较大 涂了厂房之外 它会有一些空地会去做景观设计 小桥流水 好 所以这个景观设计所 投入的成本都算是土地改良物 好 所以土地改良物就是指 它是在土地上面 但是它不像土地的性质 因为它要需要维修 不管你是景观还是什么 它要有一段时间去改善它 或者是要维修它 但是它又不是建筑物 因为它不像是建筑物的使用的方式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给它一个资产的会计科目 叫做土地改良物 所以在课本上面的429页 好 429页 好 就有一个Lang Improvements 好 那Lang Improvement呢 它就比如说包括了什么 好 包括了这个Parking Lots 就是停车场 Driway 好 就是我的车道 Fences 就是我的什么 围墙 Landscaping 就是我的景观 还有我的地下的这个洒水系统 你有景观它就会有个洒水系统 这个都算是你的什么Lang Improvements 好 那再来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的428页的Lang的 然后再来呢是429页的Lang Improvements 还有Buildings 好 Buildings呢 我们就已经讲过了 但是如果这个厂房 这个建筑物呢 我不是买进来的 而是我这个建筑是我自己去盖的 自己去建的房子 建筑物的话 那我的建筑物的成本 从我找建筑师来做设计 好 规划 然后开始施工 然后一直到它完工 可以使用状态之下的一切合理支出 都是我的建筑物的成本 那到了中块 我们这一块还会去谈 如果你这个建筑 因为是自己盖的 自建的资产 然后这段时间呢 你盖个房子 好 可能呢 你盖个50层楼的 那个办公大楼 你可能需要3年5年 那建设当中呢 你可能会跟银行借钱 那利息 可不可以资本化 因为这是我建造这个房子的过程 发生的支出 所以到中块会比较有趣一点 利息资本化 你怎么去认定 好 那但是 就算你是借钱产生的利息 在这个房子 在新建的过程当中 利息只要符合我们的规定 都可以资本化 但是当我这个房子已经盖好了 可以供使用了 这个时候的利息就停止资本化 你还叫付银行利息哦 但是你就是认定为利息费用 不能再认定是这个建筑物的成本 因为只要建筑物到达 可供使用状态之下 的利息就停止资本化 所以资本化就是可不可以算成 在新建过程中所付的利息 当作是我建筑物的成本 这个叫做利息资本化 但是如果建筑完成了 已经到达可以供使用了 那之后再发生的利息只能当作费用 不能再把它当作资产的成本之一 好 这些利息资本化 好 这个我们后面会谈 这个尤其在中块的时候会谈到 这个利息资本化的计算 然后怎么认定它 那再来我的equipment 就是我的什么 machinery 我的设备 那furniture factory machinery 工厂的机器 还有我的delivery truck 就是我的卡车 运输卡车等等 这些都算是我的equipment 就是我的设备 好 那一样 设备也是一样 到达可供使用状态之下的一切合理支出 都是我设备认列的成本 所以比如说430页 429页其实有举一个是土地的 那你自己再看一下 那430页呢 比如说它讲了工厂的机器 它包括了现金的买价 货物税 运送途中的保险 还有安装测试 好 全部都算是你的机器的成本 好 所以我的机器成本 按照课本上面 Electration 93页的话 是545,000 这是我机器的成本 那后面再举例一个什么 像那个叫什么 卡车 好 运输用的卡车 那运输的卡车一样 有现金的买价 还有呢 这个货物税 就是Sales Tax 就是销售税 好 还有呢 卡车呢 我上面要什么 所有的公司的卡车 它上面都会有印刷 某某公司 好 会打上公司的logo 或打上公司的一个相关的资料 这些的运刷费用 这个油漆费等等都算是什么 我这个卡车的成本 好 那这个是我第一个 持有这个资产 第一个呢 当我发现这个交易的时候 我们要去找到适当的会计科目 然后再来按照我们的成本认列原则 来认列这个资产的成本 好 这是第一个阶段 好 那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好了 我们找后面一个例子 好 来看一下 这个你要去思考一下 这个我们的成本的认定 好 我们看一下呢 假设 这个Exercise 9-1好了 462页 好 462页 好 462页的Exercise 9-1 好 我们先来根据他的这些内容 我们来评估一下 好 他的问题是解释这些 在历史成本原则之下呢 我们来决定 我们的厂房 Plan Assess 厂房资产的 取得成本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呢 这个 第一个他就要问 我们要做这个事情 好 那第一个他说呢 我们有下列的支出 这些支出都以千元为单位 好 那这些支出呢 跟我的Plan Assess是有关的 好 那是在2017年的前两个月 好 这前两个月当中发生的 第一个呢 我付了5000块的这个税 好 然后呢 呃 当他取得的时候 好就是呢 当他取得的时候呢 取得之后 我付了这个 呃 就5000块的税 好 当我取得之后再发生的税 就像我刚刚起一边写的啊 我3月1号以后取得 然后呢 他12月1号要去缴这个房屋税 或地价税的时候 然后我3月1号到11月30号 这9个月的税负是我的费用 取得之后再发生的税捐就是费用 跟你的资产无关 好 所以第一个他问你说 我付了5000块的这个运付税 取得当时后而产生的税 那就是你取得过程里面 你可能要交的税 那当然是属于你的成本啊 好 所以这个里 这个地方呢 因为他不是 他是说我取得的时候产生的税 所以这个例子 应该不是指之后 而是指 3月1号我去付这个税 那是因为这个税是 因为我要取得而必须付的税 所以对不起 这个 他是属于你的资产的成本 Prime Assess的成本 好 所以你要看清楚 他的文字叙述 好 当他取得的时候 所产生的税捐 那是算资产的成本 那第二个呢 他付了400块的保险 好 然后呢 这是为什么 这个 因为预防我有这个意外的发生 所产生的损失 那当我的什么 当我的这个 那个机器的运送 运送途中 好 我做的保险 那但是算什么 我机器的成本 好 是运送途中 我预防发生意外而产生的损失 所做的投保 所付的保险费 算是你的机器的成本之一 第三个 我付了850块的销售税 当我的新卡 我的卡车 这个 我买新卡车呢 要付的税 我们刚才看过而已啊 好 Ellectration的九支三把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Sales Tax 货物税 好 那也算是我的卡车的成本 第四个 好 我呢 付了17500块呢 是为了什么 为了我的新的厂房的厂指呢 我的停车跟我的车道 停车厂跟我的车道 那是我的Land Improvement 土地改良物的成本 好 所以到这里都还是我的资产的成本 第一个 它是属于什么 我的厂房的成本 这5000块 第二个 400块呢 是我的什么 机器的成本 那第三个 销售税呢 货物税呢 也是我的 运 卡车的成本 第四个 17500块 是我的土地改良物的成本 再负310块 好 这个为了什么 会负这310块呢 是因为呢 我要把公司 好 还有我的广告的Slogan 就是我的那个 但也有一点算是 我们刚刚说卡车上面 好 因为它在马路上跑嘛 这是我的火广告啊 我当然把公司的名称 我的Slogan 或者是我的那个Logo 都把它打上 都把它印刷上去 所以这个310块是我的什么 Delivery Truck 就是我的卡车的成本 好 所以第五个也是 然后第六个 8000块呢 是我的新的 那个 运 设 机器 工厂的机器的一个 installation 就是我的安装费 那当然是我的成本 这是算是机器的成本 然后再来第七个 我呢 付了一年的这个保险费 好 卡车 因为我们现在呢 车子 车子都要这个投保 我想 大家如果骑摩托车 一定要保险 这个保险呢 是每一年都要保的 所以呢 他现在买了一辆新卡车之后 付了一年的保险费 这保险是每一年都要保的 所以他算是卡车的成本吗 还是 一般的费用 一般的费用 因为他每一年都要做啊 当我卡车已经开始使用的时候 我的成本的认略就结质了 因为到达可供使用状态之下的 一切合理支出 认略为成本 好 所以已经到达可供使用状态之下的 成本认略完了 之后再发生的 原则就不是我的成本 好 有些例外 那是我们会再去提 但是少数 绝大部分 之后再发生的 都算是我的费用 所以我付了 这个900块的 这个保险费 这一年的保险费 那当然是说嘛 我的费用 那第八个 我付了90块的 这个所谓的 新卡车 就是车子呢 我们是不是要去领牌照 车牌的费用 那我没有车牌 这个车子可以在马路上跑吗 不行嘛 所以这个车牌费用 也是我的卡车的成本 那你不要说90块而已嘛 当作费用 不是看金额大小 而是看它发生的目的 来做判断 好 所以这个例子里面呢 就每一项 它就要去解释 在我的成本原则之下 好 那我这个 跟我的 产 产 那个 资产的成本 固定资产的成本 是不是我的取得的成本之一 好 所以我们刚刚有把 一到八项 逐一去解释它了 好 那当然它就会讲说 第二个是属于哪一类的支出 就是 这个我们刚刚也 已经也在提的时候 也有讲过了 好 这是第一个 我们取得 发生这样的交易的时候 第一个要先决定 我的资产的入账 科目 以及它的金额 好 这是第一个阶段 那第二个阶段呢 好 我按照课本上面 我们说 基本上呢 我们在谈第九章的时候 有四个 原则上有四个阶段 好 第一个是我取得的时候 第二个呢 是持有当中 持有期间会发生什么事情 第三个 是年度结束的时候 会计年度结束了 或者是报导期间结束 要做什么事情 第四个 就是我的处分 原则上会有这四个阶段的会计处理 那我们刚刚是谈到的是 我取得的时候 我的会计处理怎么做 第一个要决定你的入账科目 第二个决定你的入账金额 就是我们刚刚谈那么久 就要谈第一个阶段 你取得的时候的会计处理 然后现在课本上面呢 就先跳到这个地方了 好 持有当中 我们会有两个 要去判断 持有当中 你想想看 大家有骑摩托车 你应该就知道 我摩托车 一段时间要什么 去换机友 好 那有一段时间可能轮胎呢 摩得太平了 没有什么太稳了 我就换轮胎 好 那这些维修算是什么 算是什么 所以我们对于我们持有当中 会发生的交易 我们会分成两种 一个叫收益支出 revenue expenditure 一个是capital expenditure 我们后面会去讲 所谓的收益支出 跟资本支出 怎么去区分 好 我们会后面再讲 因为课本上先跳到这里 期末要做的 在会计期末结束 会计年度结束 或者报导期间结束的时候 我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叫做成本分摊 成本分摊 做什么样的成本分摊 就是提列折旧费用 好 也就是说期末 我们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做成本分摊 因为资产除了土地 固定资产除了土地之外 都会因为你的使用 或者是时间的经过 而让它的价值减少了 所以这件事情 我们要去做的 叫做成本分摊 假设你现在买摩托车 是五万块 那你用了四年之后 假设呢 你那个搭一进来 好 你就去买了一辆摩托车 好 假设花了五万块 那预计你大致四年毕业之后 你就要把摩托车就把它卖掉了 你可能不会骑 就不会把它骑回你家好了 好 你要把它卖掉了 请问一下 你现在买五万 你骑了四年之后 还能够卖五万吗 一定不行吗 对不对 那所以这一段时间 我怎么把这个五万块 假设我最后我估计 我能够卖剩下五千块 好 假设骑了四年之后 五万块的摩托车价值 我剩下五千块 我也不清楚啦 反正假设是这样 那我只等于说我这段时间 用掉四万五千块的这个金额 这是我买的摩托车的一个价值 耗用掉四万五千块 所以我把四万五千块 在这四年当中把它分摊掉 我们叫做成本分摊 也不会说 我一开始买进来五万块 然后等到第四年 我要把它卖掉的时候 拿回五千块 所以我损失或者耗用一次承认四千五四万五千块的费用 不会啊 因为这四万五千块的费用是在你这四年当中平均都要去什么 把它做分摊的 我们叫做成本分摊 成本分摊 我们的会计处理方式叫做提列 折旧费用 好 那这是折旧的产生的原因 然后再来期末除了做成本分摊 提列折旧之外 我们还要做一件事情 叫做评价 好 我们要去做评价 好 那这个评价怎么做 好 我们会再仔细的去讲 好 所以这里呢 先去谈这件事情 那我们要去提列折旧 好 提列折旧呢 为什么要提列折旧 因为资产除了土地之外 都会因为你的使用或时间的经过 而让它的价值慢慢的减损掉 所以我们要去承认 我使用它会提供给我的效益 提供的好处 因为我摩托车 所以呢 第一个 我就不用花公车或者是捷运车 捷运的那个车票的钱 第二个 因为我有摩托车 我节省我的时间 好 让我的行动更自由 好 所以这个就是你的 使用摩托车的价值 那当然你在使用这个驾 这个使用摩托车 你的好处的同时 在成本 收入费用配合原则之下 我也要把它认列进来 所以这是 折旧费用认列的原因 那再来我们就谈呢 我怎么去认列我的费用 好 我知道我要提列折旧 对啊 东西不是 永恒久如新 好 不会因为 这个不会不会 因为我的时间经过 而不会有什么耗损 不会有这种情形 除了土地之外 我目前对土地是 没有所谓的 减损的 这个不是要减损 成本分摊的问题 好 但是其他的资产 都有成本分摊的 必要 那所以我们就要去提 折旧 那折旧呢 我的金额怎么决定 我要提列多少折旧费用 我刚讲我买五万块 估计四年之后 我成交五千块 这四万五千块的 这个时间的经过 会耗用掉 耗损掉的价值 我怎么去分摊到每一年 这是我折旧费用的计算 那我折旧费用计算呢 需要三个数字 这样一个方法 三个数字 第一个数字就是 你买进来 任列的成本是多少 当我取得的时候 入账的成本就是 我第一个 计算折旧会用到的金额 第二个 我要估计这个资产 我可以用多久 useful life 叫做耐用年限 我会预计它使用多久 好 那这使用多久呢 可能会有两个决定啊 一个是经济年限 economic life 一个是什么 你的physical life 就是你的实体物质年限 比如说好了 这摩托车 我呢就是大学四年会骑它 好 所以我的经济年限就四年 但是一辆摩托车呢 如果你没有让它这个 善尽它使用的一个 这个善良管理人员的 这个义务的话 你该换机油 该干嘛你就做的话 一辆摩托车 其实你骑个七八年 十年说不定都没有问题啊 所以它的physical life 可能会有十年 可是呢 它虽然可以用十年 但是假设我家在台北 我车子骑到台北 台北市 第一个交通很方便 公共运输很方便 我搭公车搭捷运 很方便啊 我不需要骑摩托车 第二个台北停车 也很麻烦 好 然后听说台北骑车呢 也很风险很高 很高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很多什么单行道 如果你不是很熟悉的话 不小心骑到单行道 马上就警察背背 好 警察先生在旁边把你叫下来 就马上开张罚单给你 所以他考虑这么多之后 你想我不会要骑他 所以我只有在高雄的时候 你又觉得高雄的大宗运输 对我来讲不是很方便 所以我买摩托车 所以对 假设是我的话 我说经济年限就四年 虽然它物质年限可以用十年 可是我只打算用它四年而已 所以我当然用四年 当作我的折旧计算的依据 所以有物质年限跟经济年限 两个选它比较短的 来当作你的分摊的耐用年限 好 第三个数字 估计残值 我估计我用到四年之后 还可以卖掉五千块 所以残值是什么意思 胜于现金价值 我用到这个耐用年限期满的时候 我估计的耐用年限期满的时候 我还可以卖掉拿回来的现金 所以残值叫做胜于现金价值 所以我要这三个数字 原始成本 取得的成本 第二个 估计年限 使用年限 第三个 年限期满的 胜于现金价值 残值 三个数字 加一个方法 我的方法有很多种 好 在我们提到折旧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种折旧方法 大致可以分成两大类 一个叫平均法 好 也就是说 我在使用这个资产的过程当中 我的负担的成本都一样 叫平均法 好 那平均 我可以用年为单位 我也可以用数量为单位 所以我的年为单位的话 我的平均法叫做直线法 好 也就是说 我们刚刚讲说 我提的折旧需要三个数字 叫一个方法 那我们现在开始谈 这个方法有哪些可以选择 好 一个是我的平均法 平均法呢 可以有直线法 Straint line 叫直线法 好 还有一个什么 Unit of Production 叫做生产数量法 还有一个工厂 那个生产数量法 还有一个叫类似工作时间法 我们就讲这两个就好了 好 它都算是平均法 为什么它叫平均法 直线法是 每一年 在这个使用资产 这当中 每一年我分摊的 承认的折旧费用都一样 叫平均 生产数量法呢 是 假设我这个机器可以生产出的 这个100万个数量 那我们每一个 生产量分摊的折旧费用都一样 所以这个叫做生产数量法 所以这个叫做生产数量法 因为平均 每一个单位负担的折旧费用都一样 直线法 它的负担的单位用年为单位 生产数量法以生产量为它的单位 所以它指的它的单位分摊的单位不同而已 但是每一个单位的折旧费用都一样 所以它叫做平均法 好 第二种叫做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叫做递减法 递减法的意思是说 我的折旧费用越提越少 这叫做递减法 好 那递减法呢 有哪些呢 好 我们先讲它的方法名称就好了 那我们下个礼拜来讲 那怎么算的 我的递减法的折旧方法有 年述合计法 好 年述合计法 怎么算 我们下次再讲 好 另外还有一个 鱼额递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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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clined balance 鱼额递减法 那鱼额递减法呢 我们有双倍数鱼额递减法 还有所谓的定律递减法 但是就是 declined balance的意思 好 那怎么算 我们下次再说 那这个就是我的 折旧方法 所以 三个数字之后 然后要决定一个方法 好 那你是用决定直线法 还是生产数量法 是年述合计法 还是鱼额递减法 没有人规定 一定要怎样 这些几个方法 都是一般公认会计准则 所 允许的方法 所以你选择哪一个 都可以 都没有违反会计准则的问题 好 那至于你怎么选择 我们等下次再说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